判决称 李政科任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 纪律检察委员会常委 副书记等职务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他人或单位在工程承拦 项目中标 案件处理 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 收受财务合计人币1474万余元 美金1万元 另有1892万余元人币 28226元美金 54万1670元港币 无法说明来源 李政科当庭表示认罪 不上诉 2017年11月1日 李政科被审查 是中共19大后落马的第一个纪检系统内鬼